3月29日今日讲一些选举的东西 选举的东西不是这个市场 始终银行危机已经过两周 大概有个概念是何回事 这个说法 不是个别这么简单 当然所有银行爆煲都是个别爆起先的 但是背後也有一個經營困難 就是整個客觀環境的營商困難問題 銀行歧視的另一件事就是人們都挺有錢 最近也有很多說法說有很多錢就湧過來這裡 湧過來這裡其實就是 息子已經跌倒了 但是實際上如果你檢查清楚一點 息子就不是真的比外圍多了很多 差不多 某程度上你的息子也是跟著外圍向下 所以你說是不是真的很多錢湧進來 這個說法也挺值得懷疑的 別管了 你見一些官員就說 又說要搞Family Office 就是家族辦公室 要吸錢等等 但是其實我會這樣看 首先全球現在這個位置 是不是真的錢多了這麼交關 前兩年還是一樣的 但是除了有息子加上去 你看到很多大的錢 其實很多都是有些上市的企業 高大程度就是由股價 就是他拿了多少 跌了多少 就推翻出來 那你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其實股市繼續縮水 這堆所謂很有錢的那些帳面身家 其實是縮的 另外有一些有錢的那些 就未必是上市 但是其實那個道理一樣 他不是上市公司也好 他也是公司的股權 或者是公司的那些資產 那些資產的那個價錢都會移動 那你現在那個說法最多就是 會不會是地產那些穩定一些 穩陣一些 現在看就好像是 但是其實你如果看大陸那些都不是 那些價錢都已經差很遠 就是如果你個別的一層樓 我所知道那個價錢都已經是跌了一個比例 那如果你說地產商這樣說 其實現在很多根本就已經開始資不低債 因為在他們那些層面的人來說 那些錢不是純粹是資產就是資產 他要購買負債 他們有這麼多資產 其實很大程度上就是之前的投資 投資那個投資的公安還是很大比例地做出來 那你有這麼大比例的投資 其實那個負債都會移動的 隨著那個世界移動的時候 那你的負債一移動的時候 就是其實資產減負債減剩下才是你的 就是那個網絡 那是不是真的現在那個錢 還是有錢的那麼厲害 我們現在都不是真的有些很貼的數據 但是叫他拿到一些 財富的數據是不容易拿的 因為如果你在銀行那個層面 比如說大的銀行 他幫你客管錢 或者大的基金 那些還知道些 他知道些的時候 他都可以說 就是推測究竟哪裏多錢變少錢 哪類人多錢變少錢 但是如果你說整個政府 那怎麼算你那個國民啊 國家啊 就是不要說每一個人 就是你自己去數一下 你自己的財富 你報報給我聽 那就看到 我卡了一張圖的時候 那些號碼就不見了 那就沒所謂了 其實你大概看到那個比例都OK 那這裡就給你看了 那些家族辦公室分布 這個就是最新都是賺到幾年前 那我相信近年的分布不會差太遠 就是大家身家都縮了水 這個也是事實 但是就是分布可能會有些變化 但是不會 我想大家都縮了 就是現在這個跌市之下 就是早年就說大陸 因為疫情禁止等等 那現在就到歐美那邊 你加息股票跌了 生意都差了 大家鬥縮之後 比例可能接近 你當它是 2019年差幾年 沒辦法 找不到 再新的那些你去買 給錢買 那給錢買那些 幾千元美金買回來 就有那些數據 那我做這個節目 我不會給幾千元美金買這件事 那你看到那個trend就OK 但是你看到什麼 就是都是北美為主 始終你也是有個制度 沒有人夠膽去 有產權保障 大陸那裏被人共貴了 那你去到美洲那裏 即是你怎麼爭 美國都說你怎麼壞 起碼他們有規矩 有舉有反應 那些東西 還有那裏 那裏投資機會多 即是你做換生意 譬如說 有做的 你見到那裏 那些startup 或者你不是做換生意 你說的是 我想買一些東西 上了市的東西 那裏就選擇多了 當然你不一定要在美國買 但是它那裏是多的 所以順理成將它那裏 那裏錢多 不奇怪 印錢來講它 印得厲害 印得多 印得錢多就錢多 很多錢就印出來 第二就是歐洲 你看到亞洲其實都是排第3 即是經常講 講亞洲多厲害 即我當你這個亞洲 很大部分是中印 即是中國這樣也好 那其實你佔那個share 其實這裏不是真的那麼大 那你看到一路都是少下去 那現在亞洲Pacific是四分一度 但是這個亞洲Pacific 你說的是真的亞太 連澳洲那邊也算 你剛才那張圖 你看到澳洲其實都多錢 那當然你可以說澳洲 有些大陸人的錢 但是你這樣 roughly 猜到也好 他有的錢其實都是四分一度 佔五至五個全球比例 但是你又很難說 在帳面上 那你如果 你看到那些首富一個月被批鬥 鬥完之後 整副身家沒有了 沒有了大折 那這些錢 那錢不是你的 你變成政府 你除了可以親身到上環D100專門店之外 還可以去銀行入數 又或者透過桂圓機過數都可以 還可以登入D100網站 D100 Donets 訂購 想即時過數 用轉數快就更加方便了 感激各位支持 有沒有不明白 可以打給我們D100網台專線 電話22971825 22971825 22971825